不是說不要你這樣比較好 對對對 你會後來給他改變 對 對 是 這樣就要輕輕 親切地詢問民眾疫苗施打的情況 市長正文在26號前往大園區老人文康中心的疫苗接種站視察 並呼籲民眾多多踴躍出來打疫苗 明天下午我們把剩下的莫德納 按照各個接種站 有37站 每一站都有配合 那剩下的要全部打完 所以明天下午1點以後 那麼65歲以上的長者 那麼可以免預約來這邊打莫德納 只要這個數額還有剩都可以打 那我們接著要加打兩天BNT跟高端 那BNT是1、2、3劑都可以打 我希望過年前能夠把覆蓋率提高 那過年後本來是2月7號開始第21期 我們也提早兩天打BNT跟高端 打完站標榮 來收積息 打疫苗無非是希望提升個人保護力 因為Omicron的傳染力極強 沒有一個國家擋得住 但目前大部分確診者多屬輕症 市長也表示 年後將會有加強版的防疫旅館 並採取輕重症分流 減輕醫療負擔 目前疫苗的供應慢慢充分了 那大家一定要打好這個三劑 提升保護力 也避免這個重症 因為Omicron的傳播力非常強 全世界各國還沒有一個國家擋得住 但是打完三劑疫苗以後 可以預防重症 目前的入境確診個案 以及有本土的個案 大部分都是輕症 我想將來我們在過年後 也要採取輕重症分流 我們會提供三個 這個加強版的防疫旅館 收治輕症 讓醫院團隊進駐 那也避免醫院的負擔過重 經過這幾週的視察結果 市長認為桃園民眾施打疫苗的 意願相當高 也向中央喊話 希望多配發疫苗給桃園 因為桃園的風險 遠高於其他縣市 現在打疫苗的意願很高 我們希望中央 多配給桃園一些疫苗 因為我們桃園的施打率遠高於其他的地方 那這個意願很清楚 因為我們這裡有機場在這裡 我們風險比別人來得高 我們希望疫苗能夠多配一點 市長也提醒口罩要戴好戴買 因為許多確診者群聚事件 大部分發生在餐廳 因此離開座位一定要戴好口罩 避免染疫風險 記久不詠淳 桃園報導 謝謝大家